中共對我們國家的威脅一直都存在 在之前如此 現在更是如此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種方式來讓我們全國的國民 也像世界其他的愛好自由民主的國家 也展現我們捍衛民主人權還有自由的普世價值 我們從智航基地在東部地區成立之後 就一直肩負著台灣東南空防安全的重要性 那不管是在之前的訓練常態 還有最近對岸戰機落台的訓練常態化 我們的訓練 我們的戰備能力一直都沒有清 那是否可以 我們現在現在的戰士 對岸戰機 我們現在是在東部地區 最終的發展 就是我們最終的建設 接住啦